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感谢曾伟 那昨天我看到上礼拜五的一个盘势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盘后时间三点钟 看到外资买807亿 你吓傻了 各位为什么 因为礼拜三 才一片戚风苦雨嘛 对不对 上礼拜四也没有大涨到多少 涨66点而已 怎么有办法礼拜五一天给你涨453点 我相信基本上这一些的一个大涨 包括突破都在我们的一个运算当中 因为你看蔡老师的节目就看得很清楚 尤其我很准确的告诉你 上礼拜的低点就是在礼拜三 我都讲在前面 不是看到礼拜五大涨之后 才给你补这一个论述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师的节目也不是每天都在跟你讲 涨停板的 或者是一些人气鼓的 各位有没有 因为我跟同学完全不一样嘛 我跟你讲就是我专业看到哪里 你从这样按应该算是顺藤摸瓜 你就可以什么哈哈大笑 你就可以赚一大票 这一波AI股大获全胜 各位难道是投机吗 根本没有投机 各位是不是 是不是都配合国际股市 一步一步的一个走洋 九天内 辉达有七天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超伟也过了164的一个前波历史高点 对不对 已经来到了174 美超围整理了个四天 竟然一天能够给你涨了36% 各位接下来还会有更精彩的 你拭目以待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懂什么赚什么 天公地道 合情合理 你就要这样做 所以你如果之前就是那种赌徒性格的话 你未来更不会有钱赚 为什么 因为你会想说 这个大盘是涨得差不多了 要放空 各位是不是 技术没弄这样 所以这一次的大涨技术面也没份 这只有产业面的才赚得到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上礼拜三 大盘连跌两天快200点 礼拜二也跌了快200点 礼拜三也跌了快200点 只有蔡老师跟你讲 你不用烦恼 破季线 起码要破三天 礼拜三跌 礼拜四反弹不上去 礼拜五拉上去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 绝对是正面中的正面 有没有 我是不是都讲在前面 全台湾每天讲台积电的 就只有本节目而已 难道还有第二个同业吗 我是不是在上礼拜三跟你讲 最坏的时机也是最棒的良机 你有没有听进去 能救的不多 但是能救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来这个礼拜四你看到的 市场荒诚一团 把外资形容的多么的恶劣 什么买现货 然后卖期货 期货布控 然后大割韭菜 我相信这个文笔 是一些初出茅庐的 一个什么 一个记者写的 因为这个太low了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操作 不然还有第二个选项 但是就是礼拜三最恐慌 这有什么好礼拜四在写的呢 然后你看央行也不晓得在下什么东西 新台币连续扁重挫4.6角 说是受美元强势造成 我认为这根本不对 哪有什么那时候美元 他也反弹不到多少 103点多而已 是不是 然后你看这个东西也更离谱 证交所跟贵买说投资朋友 你要保持冷静 重点是上礼拜二礼拜三不是崩盘 怎么搞得好像台股跌5000点 这种规格 各位有没有 你有看到吗 对不对 是不是感觉好像这个 天崩地裂 事实呢 事实就是专业能力不够 不然这些通通不会拿出来误导你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 因为这误导你之后 你礼拜四礼拜五 你根本就不会去碰台股 你怕也死 我讲这样不过分吗 是啊 所以投资朋友 我也搞不清楚 你礼拜五涨 今天涨 除了蔡老师的学员朋友 赚大钱之外 不会有第二家赚大钱 各位是不是 礼拜四涨66点 是不是 距离季限差10点 我说礼拜五拉上去就好 为什么 因为大炮要出几了 因为下午 礼拜四下午就台积电法说 讲好的一定涨得不重要 我说讲不好的都会出现利空出境 各位对不对 是吧 结果 全部法人一致的认同 礼拜五大涨453点 是不是 对哦 那这边就有很多人根本没跟上来 包括之前有一些特定的业内大户在放空 礼拜五也混一 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把空单回补 要看盘后数据 明天再跟各位报告 但是你看哦 其实这是上礼拜一啊 1月15号涨33点啊 所以我告诉你 其实这礼拜一就是多方涨舵 周一效应不就是这样吗 是不是 这是不是周一效应 所以我是不是讲在前面 是吧 那你看外资买了807亿 各位是不是 新台币就是会开始回升了嘛 所以你看哦 今天早上来 我们面对的是礼拜五的美国股市 道琼历史新高 废范历史新高 科技股也大涨 日经指数今天一早再创波段新高 南韩涨不太动 上海跟恒生落难 香港崩盘 哪有再好做的 没有好做啦 唯独台湾 是不是 台湾走的真的不一样 所以你来看看 美国股市走入牛市了 谁受益 日本 台湾 因为日本涨的就是半导体股嘛 黄仁勋又来了 要帮这个H200第二季出货固装非常重要 对不对 台积电广达川湖骑鸿伟创 这不是蔡老师每天 通通告诉你的这些标股嘛 都给你做专题的产业面介绍 各位有没有 你看看这里嘛 四星一家 川湖 齐鸿 广达 伟创 技嘉 还有预创 5351 有没有 好做不错 我们早就有研究出的嘛 所以你来看看 包括美超委爷 上修财策 伟创 伟创 人保 优群 对不对 META拿90亿美金要来买H100 是谁说啊 辉达会卖不好的 所以辉达9天内7天创历史新高 恐怖恐怖 快600块了 从490块我跟你讲已经飙到 现在已经595了 今天晚上努力一点就上600了 所以各位台湾股市 但是啊各位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真的是天天大赚 这也算是还你公道啦 所以你看当初AI在足底的时候 这很多同业把AI讲得多么难堪 什么买AI你就背AI讲一大堆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不信的话 基本上像投信 ETF很多AI股也丢出来嘛 所以投信也现阶段一个头两个大 都做错方向投信 各位你知道吗 等下次再换股的时候再换回来啦 怎么办 再去追高吧 我们那时候再丢给他好不好 各位 今天的高点距离今年1月2号 17956点的高点 不到100点了加油 有没有机会过 日本都过了怎么不会过 日本从今年1月4号 人家还大地震 对不对 已经涨了快4000点了 就是涨半导体 台币现阶段开始转升了嘛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大买大买好不好 乐钱 多好啊 你不赚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你再来看看之前啊 高盛奖1万9 然后大摩奖2万 不过人家都有讲冯回家嘛 对不对 这非常重要嘛 是不是 那冯回你要买什么 买会涨的股票啊 你研究完了没 不会研究 所以蔡老师帮你研究 这是上礼拜 1月17号礼拜三 大盘跌182点 台电董作说景气今年第二季复苏 因为用电量攀 高峰 就是这个讯号 所以今年第二季 指数会到多高 我不知道大家加油 来看个股 台积电从去年11月15号 他升股息从3块变成3块5 我就告诉你台积电的大涨日期啊 开始来了 急跌就去买就对了 因为啊 他急跌就是最好的一个买点 就是超跌的买点 各位有没有 然后呢 11月12月份 他的营收都是双减嘛 月减也年减嘛 对不对 好那会怎样 外资买不停啊 11月份的时候 他双减啊 若在12月初 外资不是买不停 从12月8号买到1月10号 对不对 12月8号买到1月10号 外资买15万兆 投信也买 然后融资也减 这多棒啊 筹码面干净的不得了 然后呢 法说会上礼拜四 出现了 喜事连环报 再加上什么 MVD啊 对不对 AMD 到今天都在创新高哦 苹果也出现底部讯号啦 有没有 美银来把它调高上去了 所以台积电今天1月20号 来到633 633 刚刚大家看他翻黑 又觉得说台积电又涨不动 各位真的不是看哦 股票再涨就觉得它会涨 股票再跌就觉得它会跌各位 有时候那都电视台误导 那不对啦 各位你如果认为台积电好的话 就是在跌的时候去买啦 不是说涨的时候还要 它要冲到多少 涨的时候你是在卖的啦 最好人家不要的时候 就算一天跌10块 那时候也是好的买点 但是呢 电视台不会讲 因为他就没 没气是说的要做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的一个买卖点 基本上是跟电视台是对立的 偷偷告诉你一个诀窍是这样 各位你再来看看 台积电 西利 内外资按赞 有没有 关键呢 AI股不是台积电 是秦城帮你创造的 是不是 1月9号那时候它公布营收 当天收涨停 1月9号 前一天 1月8号 齐宏营收新高 当天大跌22块 隔天秦城 有没有 他就没有落入那个空方的圈套 他公司派把他逆袭上去 锁涨停 所以AI股整个上来了 是不是 我跟你讲的东西都是 完全有依据的 而且都是每天 带你一步一步 验证跟成长 所以蔡老师很高兴 大获全胜 包括我跟你讲秦城 他的一个什么 CV定价271 你认为他会跌到多少 各位秦城 今天飙到323了 历史新高 对不对 秦城 来 齐宏 今天也给你拉升到涨停板 波段新高 历史新高391.5 差11块 明天过好不好 我不知道 反正你有大赚钱的话 你就都获利也不是挺好的吗 各位是不是 股票买完之后 有赚钱那就是卖 各位是不是 四星KY 来 1月17号 对不对 大跌的时候 原来他定价GDR3500 这我都跟你讲过 今天1月22日历史新高 两个月的营收新高 搭配历史新高 天公地道 合情合理 有没有 当然 各位 所以我跟各位讲 包括四星KY 这样带 你伪创更不用讲 选举前93 选举后103 有没有 上礼拜四 给你 三绿三升 上礼拜五开始拉涨停 突破100块的反压 各位是不是 空头全部陷在里面 跟我跟你推论的一模一样 这一开始的嘎空 要公司派出手 三绿三升就是最棒的公司派 出手的证据 各位有没有 今天再拉到117.5最高 各位是不是 快到120了 然后120之后再让法人来做一个追价 跟回补 攻到140 所以整个空头一见面就赔四五十块了 这也是他们看衰伪创的一个什么代价 各位 那伪创是最弱的 广达更不用说了望年会好不好 这选前 这选后 望年会三长红 老板高兴的不得了说要做龙头 还好这是产业 万一在黑社会这个可能就要命案 对不对 很多电影是这样拍的 还要产业是好的 对不对 今天广达各位 飙到了260 高点 近期高点282 22块就突破了 是不是每天讲 当然每天讲 你再来看看技嘉 选前246 选后267 来 公司认为今年年成长会超过两成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今年才是大爆发 各位技嘉 结果技嘉尾盘拉到涨停 297.5 涨停板 各位技嘉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东西包括这个 你看低轨卫星同样也有两个AI个股 金像电跟台药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吧 金像电跟台药今天都分别大涨 有没有 你说老师这些个股太贵没关系 来金元电便宜吧 七八十块 是不是 今天的一个金元电拉到841 也是激进最高点 有没有 是不是我当初这样跟你讲的 是吧 所以各位 今年一月份而已 距离十天就要封关 未来怎么走 封关前怎么走 其实我都准备好战略 加上盘中阴影的战术 应该够你用了 所以还没加入蔡老师赖生活圈的 我真的鼓励你赶快加入 赶快搜寻一下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来帮助你的 所以占领认知的至高点 你的胜利将会手到勤来 是不是 大家一起为明天礼拜二的获利 提早做准备好不好 还没做准备的 来蔡老师这边报道 我来帮助你 2024年如何战胜投资的恐惧 只有一条路 叫做枪在手 一定要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正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 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一言信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整伟 来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各位 台股多坑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上礼拜你看的一清二楚 原先的破底 政策吓死了 赶快出来跟你讲不要紧张 其实是他最紧张 因为专业能力不够 各位对不对 礼拜五大涨 哇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多空无常事 我怎么每天都觉得 都一切如预期 有时候股票要大涨 他当然给你破底 不然怎么会让你下破胆 如果把你留在轿上的话 他后面要拉抬还要 多出一些力 当然把你洗掉 各位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这是真正后面控板手的一个心态 蔡老师不是每天跟你分享吗 谁叫你不信 各位下一把我帮你赚回来 好不好 赶快跟上来 3706的神达上礼拜讲的 今天还不是创波段新高 47.45 上礼拜3705跌0.35 43块 是不是 证据都在这里 各位 台湖股市跌最深的时候 1月17号跌破季线 晚上6点57分 蔡老师跟你讲3706神达 今天的神达 创波段新高 各位 你这样信任蔡老师吧 因为我讲在前面 又是台湾股市大跌的那一天 跟你讲神达 是不是 一大堆 各位你来看看音业达也一样 今天波段新高 557 我来讲音业达23块50块8 各位是不是10%了 音业达 各位 也都是1月份讲的 1月3号讲音业达 是不是 万论更不用说了 来万论今天再创 历史新高177 我讲万论的时候138 是不是 各位12月27号 在这里 是不是 万论 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大连大也一样 波段新高 我讲大连大的时候814 是不是 还没完 一大票 竹帆不及被宰 你看台新科 细光子的 今天116历史新高 878 116 是不是台新科 是不是 是吧 最后一档呢 各位你看看 川湖 更不用争啊 全市场只有我跟你介绍过 2059 窗湖 1100 今天 我讲的时候857 一家 是不是窗湖 是不是 所以得出结论 什么样的老师 什么样的节目 值得你信任 各位 就如同收视率冠军一样 对不对 大家会去选 会来蔡老师这边 对不对 所以蔡老师的一个节目 也很感动 让大家赶快 来搜寻 来加入 有问题都可以问 占领认知的制高点 你的胜利将会守到勤来 大家一起为明天礼拜二 跟后面的胜利获利 提早做准备好不好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 是不是只有一个 枪在手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准 没错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各表家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实生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会